长长啊 纸稍短啊 有点虎吞龙的格局啊 出生一般的 生命线初期这个锁链纹 也可以看出这一点的 不过长秋来看呢 实质迅宫啊 确实范围比较广 而且呢 比较高突干净少杂纹啊 所以说这是财位啊 财位饱满是财运旺啊 加上这个金星秋 也是比较饱满有力啊 体质佳精力充沛啊 那么这么弯长的生命线呢 弯长深刻的生命线呢 也告诉我们这一点呢 就是说他体质不错啊 那么虎口的火星秋啊 也是饱满高突啊 敢于挑战困难 勇气十足啊 容易在这个团队当中呢 脱颖而出啊 对于男人来讲啊 这种首相是 特点是非常好的啊 尤其得配 利于事业长当啊 纹路来看呢 三大主线当中的生命线 尤其的深刻啊 经历了初期的锁链纹之后呢 成年后生命线呢 这个非常的清晰深刻 少杂纹啊 那么内侧呢 还伴有一条啊 非常好的贵人纹啊 那么成年之后 运势逐渐的提升啊 少不了贵人的指点 那么生命线后期呢 比较干净 少杂纹 那么运势呢 也是顺畅少阻碍 不过自从这个贵人纹呢 消失之后呢 生命线出现了分叉 感情线呢 也出现了分叉下垂 那么这个就代表 在55岁左右啊 有一个坎啊 这个感情呢 有分离之苦 失业线呢 也在掌心名堂的位置啊 出现了折断啊 经过短暂的调整之后呢 那么生命线和这个感情线 也恢复了正常啊 恢复了这个原来的那个轨道啊 不过呢 感情线呢 明显呢 自从这个分叉之后呢 明显变弱了一些啊 在感情当中呢 从此呢 变得冷淡少活力 不过这个事业线后期呢 和这个主线呢 组合形成这种 M字纹 M字纹的人呢 其实一种大旗晚成之相啊 是先苦后甜的命局啊 那么60岁之后呢 才过丰隆 子孙有福啊 能够想清闲啊 M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